歡迎收看全球現場漫遊天下 我是李小如 這星期先來看的話題是 英國政府為了要制裁俄羅斯 提高漁產進口的關稅 加上目前能源價格飆漲 漁民出海一趟也不划算 導致英國國民美食炸魚薯條 他所使用的鱈魚短缺 另外意大利生產的氣泡酒 主打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市場 現在也受到了戰爭的影響 無法如期出貨 面臨暴銷 切片鱈魚 裹上薑粉油炸 炸到外酥內短就可起鍋 擺盤放上薯條以及醬料 英國國菜炸魚薯條 新鮮上桌 原自十九世紀的特色小吃 使用英國沿海的鱈魚為材料製成 在二戰期間由於物資短缺 鱈魚成為整鬼肉類 這道街頭小吃地位提高 變成了象徵英國的美食 不過近來業者開始擔心 這道國民美食 民眾恐怕未來會吃不到 先是新冠疫情 接著是通貨膨脹 現在又發生俄物戰爭 全球最大植物油出口國烏克蘭 因為戰爭進口受阻 而炸魚食用的鱈魚和黑線血 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來自俄羅斯 在英國政府祭出制裁 增加進口關稅扣成本翻倍 炸魚薯條業者現在只能自行吸收 咬牙苦撐 英國炸魚薯條協會分析 全英國一萬多家炸魚薯條店 在未來的一年內 可能會有三分之一倒閉 而英國政府預計要在四月 調漲食品和軟性飲料的增值稅 從百分之十二點五 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業者敦促英國政府重新考慮 因為措施上路 會加速餐廳關門大吉 一望無際的葡萄酒莊園 酒莊就坐落在其中 這裡是義大利阿斯蒂氣泡酒的產地 從橡木桶裝取清墜一口 花香和成熟的水果甜味在嘴裡散開 特殊口感深受民眾喜愛 也讓阿斯蒂氣泡酒的地位 僅次於法國香檳 平均每年有一千四百萬瓶 消往烏克蘭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重新努力 澳洲入侵烏克蘭遭到國際制裁 被提出 出環球銀行 金融電信協會 也就是SWIFT 讓俄羅斯的國際貿易 受到嚴重打擊 除了酒商在收款時必須繞過制裁 若使用盧布結算 幣值不斷貶值的情況下 業者還得自行吸收 阿斯蒂氣泡酒的售價低於300歐元 因此還是可以出口至俄羅斯 但現在業者必須想方設法 透過拉脫維亞轉運 否則這些氣泡酒過了保存期限 只能全數報銷 公視新聞網本編譯 血涼氣候變遷的影響 法國的葡萄產區 今年再次遇到了春季霜期 為了防止新生的葡萄嫩芽凍傷 果農自製上百斬的大型油燈 利用熱輻射幫葡萄保暖 也有酒莊燒稻草或是家莊的炸熱器 利用大型的風扇 讓冷了空氣對流可以保溫 將汽油倒入桶子內 把油桶放置在葡萄園的各處角落 再一個一個點燃 法國知名的紅酒產地 夏布利正值葡萄嫩芽生長期 卻遇到了強烈寒流 讓農家們自製大型油燈 努力幫葡萄樹保暖 從2016年開始 法國葡萄產區因為氣候異常 幾乎年年出現濃損 冬季暖冬讓葡萄提早發芽 到了冬季卻出現了霜旗 讓嫩芽受到了低溫凍傷 或是在枝頭還沒有退冰時 就受到了映陽日曬 反而燒傷了嫩芽 這讓約納省生產的葡萄 在2021年就因為霜旗有三分之二的收成 全部化為烏有 今年法國三月的天氣溫和 讓葡萄樹長出新芽 但四月初西伯利亞寒流 清洗葡萄產區 低溫的程度創下了 1947年來同期的新低 為了幫葡萄樹新生的嫩芽保暖 有些農家燃起了大型油燈 有些農家則是以創新的發光 加熱燈系統為樹脂加熱 還有葡萄酒莊燃燒稻草 製造淹幕 並且安裝加熱器跟大型風扇 讓冷熱空氣對流保溫 也有農家為葡萄灑水 讓水結冰釋放的熱量 保護嫩芽不會遭受傷害 當地的葡萄栽培技能顧問透露 目前仍有不少相關產業 不認為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 會長期發生 但已經用釀酒商人聯合起來 投資購買發熱電纜等新的保暖工具 來減輕霜凍對葡萄成長的影響 過去生產鋼鐵需要使用大量的煤炭 過程當中也會增加許多的碳排 不過現在在瑞典鋼鐵製造商 和國有能源公司展開了合作 開發用濾氫來煉鋼 號稱這過程當中 不需要任何的化石燃料 也可以解決二氧化碳排放的問題 鍋爐內吃熱的鋼水不斷翻騰 煎出火花 宛如翻滾的岩漿 而煉鋼爐的溫度直逼上千度 燃燒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 全都進入大氣中 鋼鐵是目前被廣泛應用的金屬材料 舉凡建築 汽車 機械甚至是武器都能見到它的身影 但煉鋼是個高碳排 高耗能的產業 所使用的能源有75%都是來自煤炭 生產一噸鋼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達1.8噸 煉在瑞典的SSAB公司是北歐最大的鋼鐵製造商 其產品出口到世界各地 但在目前全球減碳的浪潮下 工廠也開始找尋煉鐵的替代能源 在2016年由瑞典鋼鐵業 國有能源公司和礦業合資下 積極研發利用氢氣來取代化石燃料 採用太陽能 風電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所產生之電力 電解水後產製的氢氣就能成為濾氢 而使用氢氣的好處是 經過反應之後只會產生水蒸氣 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去年6月SSAB成功生產第一批無化石燃料煉成的綠色鋼鐵 截至目前已經成功生產上百噸 預計在2026年能擴大規模供應商業販售 而瑞典富豪汽車已宣布 旗下的產品將會使用氢氣煉成的鋼鐵 來打造車身結構 成為全球首間使用綠色鋼鐵的汽車製造商 若要趕在二零五零年前達到零碳排 使用氢氣或其他顛覆性的技術革命勢在必行 未來煉鋼廠也不能說蓋就蓋沒有減碳技術 就無法生產 這也會讓鋼鐵成為稀缺的戰略物資 全球也將迎來高鋼價時代 公視新聞本編譯 瑞典還希望在二零三零年 讓國內線航班使用無化石燃料 當地也因此出現了第一個培訓電動飛機機師的課程 而受訓的機師他必須要飛行超過兩百個小時 預計二十個月可以玩 機庫裡一架兩人坐的電動飛機正在充電 機頭和機艙分別有一顆電池 使用再生能源充電半小時就能充飽 可供在空中飛行五十分鐘 目前這款電動飛機獲得官方認證 成為第一架電動飛行訓練機 為在瑞典北部的綠色飛行學校 預計在今年 今年五月首度開訓培養電動飛機機師 看準的是在二零三零年 瑞典國內線航班全面淘汰化石燃料 想要通過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檢定 受訓的機師必須達到指定的飛行時數 訓練期可達二十個月 但是目前電動飛機的機型較少 因此學校會利用生物燃料為動力的飛機 補足學員的航空知識 航空業目前在全球碳排放量的占比約為百分之二 除了業界要帶頭示範政府的立法規範也要到位 才能加速減碳腳步 如果要實現完全電動飛行 首先要克服的是電池問題 電池容量要夠大且機身不能過熱 在長途飛行時時時刻刻還得保持有電的狀態 目前的電動科技還沒辦法為大型客機提供動力 但對於城鄉的短程距離 小型電動飛機渴望能率先試點飛行 隨著越來越多製造商投入研發 飛行學院樂觀看待未來的發展 公視新聞網本編譯 意大利的聖卡洛劇院 聚集了二十六位國際頂級芭蕾舞星 他們舉辦了一場慈善一演 鮮揚和平理念 並且為紅石字彙來募款 熟悉舞者奧加什米爾諾華 也共襄盛舉 他日前就曾經公開譴責俄羅斯的行動 並且主動退出莫斯科大劇院 芭蕾舞團 另外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舞者則是攜手 以雙人骨展現大同世界的美好遠景 荷蘭國家芭蕾舞團的兩大新臺著奧加什米爾諾華以及維克特凱謝塔 在納布勒斯的聖卡洛劇院演出兩人本集合作的新作品雷蒙達 這齣俄國古典芭蕾教父佩蒂塔的經典之作 講述十字軍東征時期 公主與未婚夫無奈分離 還遭遇東方王子搶情的故事 飾演公主雷蒙達的史米爾諾華 原本是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的首席舞者 是國家級的藝文工作者 俄烏戰爭發生後 史米爾諾華選擇退團 並離開俄羅斯 理由是這場戰爭 讓他感到羞恥 現年三十歲的史米爾諾娃 祖父來自烏克蘭 他形容自己是四分之一個烏克蘭人 俄羅斯有許多人和他有相同的背景 二零一八年的人口資料顯示 約有三百萬烏克蘭公民住在俄國 是僅次於惡意和達達人的第三大族群 日前他在通訊軟體Telegram發文寫道 在一個現代開明的世界 希望文明社會只透過和平協商解決政治問題 史米爾諾華表示 自己或許不是在這場軍事衝突的中心 但不能對這場全球災難無動於衷 這場匯集了二十六位國際頂級芭蕾舞星 為烏克蘭的和平而舞的盛會 其中有五人是俄羅斯人 九人是烏克蘭人 票一開賣就秒殺 薯料卻引來了烏克蘭中納布勒斯領事的反彈 憤怒地要求藝術總監取消這場表演 開演前劇院門外還聚集了數十名示威者 抗議有俄羅斯舞者登台 歐克蘭是一個很強烈的影響 俄羅斯切列維奇科與合作了十六年的搭檔 俄羅斯的瑪利亞亞科夫列瓦 攜手以肖邦的這支雙人舞 體現大同世界的美好願景 我已經和瑪利亞有很多次 我們已經在一家工作了十六年 在一家公司 我們有很多次演出的表演 和不同的舞蹈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和合夥 我們一直都支持我們 節目結束 所有舞者上臺謝幕 全場爆滿的觀眾起立熱烈鼓掌 共同祈願和平 早日到來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 感謝您這個星期的收看 下個星期同時間 全球現場漫遊天下 我是李孝茹 我們下週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孝茹 字幕志愿者 李孝茹 李孝茹